调文我不曉得司法院还有秘书长 主席问一下 这个调文是协商通过的文字 因为其实本席一直希望能够去争取被害人 在我们相关审判中的一些诉讼上的一些程序参与的权利 那其实原来柯总召这个版本里面的文字 其实就很简化 告诉人在审判中直接对法院去陈述意见 然后由法院转换成 他认为他职权上还可以去救双方 就包含检方跟辩护人提出来证据里面 如果有必要他要调查的时候 他再回来去去征询警官的意见 我会觉得原来的文字上面 对于这个被害人或告诉人事实上是比较简便 那你现在其实把这样的文字加上去 我当然了解你现在协商的文字 屈就于现在目前整个被害人的主体地位 程序的地位可能不清楚 然后还要去透过检案官去申请掉证据 可是我上次我跟你们那个刑事厅的厅长 讨论这个被害人程序主体地位 其实有碰到一个困扰 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告诉人 他真的要聚状的时候 他哪里找得到我们伟大的检察官 就是力庭的检察官其实这件事情 不是就不像一般的辩护人或代理人 是经常性的跟当事人或是被害人去联络 甚至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电话 email 我们力庭的检察官其实基本上还是比较是公务员的心态 甚至还是有那种尽量避免跟当事人第一线接触的那种实际上的距离 那所以我是说你这样子的文字里面 其实让我们这个告诉人他要陈述意见的时候 他还要找到这个案件的力庭检察官 甚至有时候一收到院方的开庭通知的时候 我甚至还搞不清楚力庭检察官是哪一股 那是不是有这种操作上运作上 对我们的告诉人是有期待的不可能 因为他们的背景知识专业对法院的娴熟度其实都不足 都其实是不够的 我会觉得这个文字上或者是这样子运作之后 那如果说对告诉人这样 如果是协商之后当然客总没有意见的话 我会很希望就是上次你们刑事厅 这边先答应我们目前审判中的一些讯事告知事项 能够去很清楚的告知相关的讯息 这可以做到吗 可以啊 那讲一下吧 听长你现在当时答应我们说你可以配套什么通知 因为大家都觉得你这是空的 不是报道主席各位委员 其实我在等这个条文 这个条文我们在定进去的时候 那个表格就发下去了 那上面会写你们法院的还是力庭检察官的联络资讯 我们会写检察官的 因为那是要跟检察官联系的 那上面会有那种 我不知道现在检察官力庭的公诉检察官有那种开放性的力庭的信箱没有 有些有email的可以搜线 这个要问法务部 法务部 法务部 次长来 要辨明嘛 我跟你讲 连我律师都找不到公诉的力庭检察官 不要讲说那个一般被害人 好不容易一个案件他变成被害人 结果 找都找不到 连我们都搞不清楚那个公诉的力庭检察官怎么分分那个谷别 都弄不清楚 那以后司法院要做那个开庭的通知里面说被害人的话你有哪些讯息可以跟我联络 那你们公诉检察官怎么样可以把他的不要讲名字没关系嘛 就是地检署哪一股某一个检察官名字其实上去没有关系 是公开资讯的执行公权力的还怕名字给人家知道 然后呢有一些联络适当的公众的联络方式 因为我知道我们一般法院院方有收收收收书状的一个email转的部分 那我知道你们检方原则上是没有这种制度 你们可不可以设计一个制度是可以转给那种力庭的检察官 让人家希望他也许他可以使用这个电子邮件 他就可以把他的书状透过这个部分承转进去 然后如果说除了email以外真的可以联络上的电话 让他让这个公诉力庭的检察官他也知道说 会卡进来这都是公开的 那他就不要回避嘛 那没接到当然去力庭了 接得到的话总是要知道 或者是说有一些书状 例如说你至少让他知道书状里面要指明是怎么样去把信件 寄到他的公诉力庭检察官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个法务部可不可以配合做得到 这样子这个因为如果说他可以用email 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嘛 那到时候会发生说 可以配合吗 对不对 你看人家院方多好啊 有一个书状的承转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研究 检方不要那么秘密 我们可以来研究就是说 配合这个部分好不好 对对我们来研究怎么样对跟这个被害人或者告诉人 可以针对刑事作用法163条他们协商之后的这一条的条文 比较这个简便的方式 比较便敏的方式 然后在讯事通知里面就告诉他公诉力庭的部分你有意见你可以写进去你的表明哪些 呃例如说暗号谷别姓名然后甚至就是寄到哪个信箱也在告告知里面就一并的把这讯息放进去嘛 对不对可以啦 所以院方如果这样子做我们当然他会通知啦但是你的你的辩明信商要出来啊 这个信箱这个有一些除了书状承转以外还有一个电子邮件的辩明信箱 你有开一个这样子我相信你们资讯室没有问题 我们再考虑因为这个好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 他不是他说他有记到时候我没收到这个会 那你们可不可以跟院方研议一下关于电子搜状的部分怎么办 我认为这个信箱基本上 我不曉得目前 因为告诉人的这个关于申请调查证据的这相关的事项 他原则上因为 像这个问题 都要有电子搜独把这个关于就是对了 那谁可以帮助自己的同意 我的心不让我们处理下来 那我们不就问到这个判断里面 Somebody 做了这个判断里面一讯 放决里面的友情 离说件我熱心 你们等到什么 你别说什么 我也有喜欢 你 这么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